美中的關係事實上還在變化 而且這所有的一切變化 事實上都會影響 臺灣內部的政治跟軍事的氛圍 同時也會影響到今年的總統大戰 但是國民黨內部的內戰 現在看起來郭台銘來勢洶洶 首先是他昨天晚上在屏東再度造勢 緊接著是網路上攻防的 能然是BNT疫苗 好的昨天其實應該從禮拜一開始 我們就提到郭台銘可能設定 本週就是BNT週 我們就回到兩年多前的這個 買疫苗的這個狀況 大家再把時間軸重新整理一次 好 在昨天晚上的造勢晚會之前 其實郭台銘還在回應前一天 的相關議題就是 到底他所提到有人傳話到底是誰呢 那郭台銘直接聊到講了 是李大維 李大維傳話的 還會有很多後續的證據丟出來 所以大家都料定了 好 禮拜二晚上屏東的造勢 應該精彩可惜 現場應該會丟出什麼新的資料啦 一口氣帶起現場的熱度 好 當然啦 隨著我們緊盯啊 這個造勢晚會 現場的狀況啊 我們賀蘭發現喔 包括在地的非常多的鄉親 還有我們這個重要的週點論議長啊 站在郭台銘旁邊 面色都相當凝重 為什麼面色很凝重 我想大概有些原因是因為 郭台銘的台語有點聽不太懂 大家有點緊張 會不會講一些重要的可能沒接到 但實際上在這個造勢晚會現場呢 其實也還好 沒有丟出什麼太過特定的內容 所以郭台銘 對於這個造勢晚會的這篇文章啊 其實也沒有提到什麼 更進一步的資料 他只有提到的 除了罔顧人命的疫苗真相 這樣子的一句話 大家想說 是不是又要再往後壓啦 不料又是所謂的 數譽進而封不止啊 到了晚上的某網路媒體 很快就丟出了一封信 這封信是一個email 這個email就回到了2021年的 這個6月16號 這封信的內容 又進入了中華民國翻譯大賽 各方陣營就開始去翻譯 這封信的內容 好這封信呢 他一開始提到了 這Terry就是我們的郭董 好顯然是BNT那邊的人 寫給郭董解釋某些困難 好那一開始當然第一段 英文信拍個馬屁啊 就是啊了解了啊 很敬佩你啊 了解了你的需求 好他說啊 這邊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呢 BNT原來已經跟台灣政府 通過他辦達成協議了 而後來之所以走不下去的 哦重點來了 這邊有一個叫獨立的台灣政府之間的協議 嗯 independent全部大寫 好那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馬上因為他實在太耀眼了 台灣獨立啊獨立啊 台灣太耀眼了 雙方立刻詮釋都出來了 網路上的藍音就說你看你看是不是就台灣 這個民進黨堅持台獨啦 堅持講台灣啦 所以我們就買不到疫苗啦 好那另外一邊民進黨的人 他會說欸等一下 啊把信看完啊 民進黨的說信的下半部有提到了 BNT在上海復興不允許銷售給政府機構以外任何人 所以郭董明原來是買不到的 必須要政府幫忙 好一份文件 欸有兩個重點在雙方各執一執 那應該怎麼解釋 到了晚上深夜呢 郭伴就立刻發了一個文 他就站他就站在藍印這邊立場 你看果然當初就是因為政府啊 怎麼樣怎麼樣阻撓了郭董 去取得這個疫苗 好我要告訴各位 酷的就是在衛福部深夜不下班 全部叫回來加班 立刻發了一個稿子強調說 這個實際上這個 他這個講的是年初2021年年初的那一次破局 因為實際上在郭董軒症疫苗之前 2021年的年初1月的時候 陳寧衛福部直接要跟BNT嘛 那衛福部這邊的說法是 當初我們一開始寫我國 等一下我們會給各位看相關資訊 就是我國後來我們改成台灣 結果就沒有下文啊 那現在透過這個email 證實就是中共的這個復興在阻撓啦 好我要強調這一封相關的這個公函 解釋公函早上一點多發出來了 不只是傳到媒體記者 他還用那個社交距離APP啊 就是大家之前為了要看有沒有中標 社交距離APP強制推送 所以早上一看到底有什麼事情這麼緊急啊 社交距離難道我身邊有人中嗎 不是現在沒有在中這個 他變成那個衛福部推送新聞的方式 這個是很重要的政治疫情 欸對 而且但是也沒有急到晚上一點都要推給別人吧 但是他就把它推給全民啦 好那顯示衛福部把它當作是 最緊急政治狀況 這個遙遠的要立刻澄清比什麼 啊那個Costco的那個莓果種A肝都還要嚴重 因為這真的是國安危機 真的很重要 所以原本今天只有那個A肝的記者會 緊急10點又追加了一個大堆頭 所有王牌都出動啊 重新釐清啊 企業捐贈編利你看喔 我們有時間走5月28啦 一直到6月14 好6月14之後才問你重點吧 我們來看細節 衛福部他一直強調就是 永齡基金會在6月17 要注意剛剛Email6月16 應該是拿到那個Email之後 郭董有去找了衛福部的相關的官員 他們今天去的 他17號早上是有發言 謝謝陳時中 對就是這一個 這個郭台銘報告啊 以下三點個郭董 就是專門政案計劃進行中啦 感謝這個州署長啦 同仁端午假期犧牲假日啦 跟委旗開會 講一堆 好了 到了18號就是 郭台銘很在意的翻臉的那一瞬間 也就是說這一個短短的時間點 到底發生什麼呢 就是 就郭台銘的角度 李大維的那通大小姐的電話 那個電話打過去之後 事情好像有生變啦 當然這段電話內容到底講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欠缺一個這個一槍斃命的東西 當然從這個電話又衍生了 郭董是不是有提出一個移民 不參選 承諾書 他是不是有自己親自手寫的一個稿子 好的 當然還有其他爭點啊 包括是不是比進朗叫他寫這個 還是郭董 心有靈犀 這種絕的寫這個可以去促成 啊我們就暫時不深就 到先那為止 啊有很多人說 我們現在工作坡 雙方的都暫時往兩邊看 我們看看 誰拿出來的證據比較有力 郭董那一邊呢 都還自己講一講 他都是傳述 就李大維跟我講什麼大小姐啦 說不要買啦等等 好 那CDC就是我們的疾管署 他有特別提到 我們簽約方 不是什麼獨立的 獨立的台灣政府 直接就是用 Republic of China 括號台灣 中華民國括號台灣 OK 所以他並不是因為台灣 而是我們一開始就是用這樣的名義 而這個是就而言 而後來郭董 也是用Republic of China括號台灣 郭董那個時候買 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相關的違憲資料 我們先回頭講 就是說簽約方 如果是官方 如果是這一個 衛福部的疾病管制署的話 衛福部是有提供他們的官方譯名 對 好那這個是一個完整的官方譯名 所以我猜測 如果衛福部的官方譯名是這樣 他簽 他事實上還有採購其他疫苗 比方說莫德納 或者A力的疫苗 當然A力後來印象中 好像很多都是送的啦 哈哈哈哈 那有些最後都不進貨了 因為根本用不好 不是不是 官方名字就跟我們護照名字一樣 你拼字不會改變嘛 所以衛福部如果跟A公司簽這個合約 是用這個名字 他跟B公司也應該是用這個名字嘛 就像我們的那個身份證的名字 跟我們的護照拼音是不會改變的嘛 所以衛福部現在秀出來的意思就是說 他所有的合約他都是用這個標準的官方的 這個英文的一長串的名字 然後來做這個合約的簽署的代表方嘛 對我要強調昨天晚上衛福部之所以這麼急深夜期來加班 就是因為這個獨立的台灣政府 independent的這個事情 藍雲就去攻啊 你就是要堅持一定要用台灣 你就是堅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衛福部他特別強調 好我們回到1月的時候 這是兩個新聞稿的擬稿 大家可能就是不太了解說什麼叫新聞稿擬稿 有時候簽合約之前我們要給對方看 就是簽成之後我們要發出去的稿會長什麼樣子 你看有沒有意見嘛 這是大家都知道有合作要簽約要發稿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注意他的這個簽的日期202110 這個是還沒有確定日期 就是如果我發出去會是這個樣子 你滿不滿意 而第一份是提到什麼呢 關鍵就在於這個我國啊 各位啊要注意這邊有一個我國 阿公看得不爽 啊不行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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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 就變成一個台灣國 獨立國家不行不行不行 所以他們衛福部就說 好吧收回來改 衛福部改出第二份是送回去再給他看 就把我國改成什麼台灣 啊這個就是你應該可以接受吧 我沒有講我國啊 沒有講台灣國啊 我講台灣可以吧 對阿公來講那也是台灣地區啊 除非你堅持那要叫中華台北這樣子 好台灣可以了吧 代表衛福部其實已經有意識到 阿公因素可能出現 不料這一份台灣的新聞稿 送去之後就沒下文 這是我們所知道2021年的1月份發案事情 接下來就一直BBBBBB placebo 抄 does操到五月 阿然後就開始出現要送疫苗的爭議了 好那現在衛福部的態度就是說 我們手上有一大塊 你看各位 我這前面對這麼一大塊 就是衛福部早上開戲 怎麼會就是這麼一大塊 好給這裡一大塊這個 mon ilgili 代表 這在一大塊這個總部 對你今天可以拿的這封信 說很多故事 我手中會有一大堆信啊 這個都是來回公文嘛 我有一大堆的信 可以說出有點類似 但不一樣版本的故事 接下來郭董要怎麼辦呢 郭董就必須針對他所描述的狀況 去提出相對應的內容 那到底郭董能不能精準的 比如說給出 大概我們講一槍斃命 當然就錄音帶啊 可是郭董有時候描述一件事情 他自己講的版本 每一個版本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在昨天前我有提到 就是有南部已經幫郭董站臺的人 他在評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覺得大家各推一步啦 因為郭台銘有時候講的第二天會改 所以所以最好就是不要那麼快站隊 我跟你講除非郭台銘的手機都有錄音 我相信他跟李大維是有交情的 我也相信他們中間可能有溝通 跟交換意見的 這個我都相信 就算是交換意見當中 李大維講的大小姐我都相信 這個很多業界也正式 對因為他們都稱他大小姐 問題就在於你是不是真的有錄音 對 那如果你沒有錄音的話 那就變成是你一方所持嗎 因為李大維現在是否認這件事 那要找徐曉星了 好所以呢這個的政治攻防 我猜測判斷 最後會變成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對就變成雙方了 好再來 信者我們都知道那個是民進黨的鐵票 現在是不信者要不要去拱鍋嘛 因為不信者的不爽民進黨的 這所有的群眾 現在看起來就是郭台銘在爭取的嘛 包含他的造勢在複製寒流 也在爭取韓粉的支持嘛 對那其實像今天啊 標榜今天禮拜三 現在中常會外面就有郭台銘的粉絲在抗議 大家剛剛記者問他說 你為什麼支持郭台銘 他說這是量子力量 我們感應到郭台銘 那中常會外面到底是抗議的人多 還是記者多 其實應該多不多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並不是非常關切 因為台灣今天有發生一個重大公安事務 所以很多記者現在都在關切這個 所以這當然又牽涉到就是說 郭台銘如果你 大概如果你用一槍立命的東西嘛 你出來就把它彈掉啦 從禮拜一大家都期待到 今天已經禮拜三了 難道你要真的拖到最後一場 新北市的造勢 你再來丟出來嗎 那時候會不會衛福部又再持續 其實也不用麻煩 他每天晚上在那邊用這個 手機軟體在推送一個新的東西出去 你郭台銘就吃不消了 你的這個團隊可能手中的子彈 絕對是沒有政府來的多 政府東挖一個東西 丟出來西挖一個東西丟出來 那當然也有人建議郭董說 你把所有的通聯紀錄丟出來 像徐曉雞就說嘛 通聯紀錄丟出來 可是通聯紀錄沒有內容 沒有對話內容的話 實際上也講不出什麼故事 只是代表你們兩個人還蠻熟的 就這樣一直有電話 所以現在問題就在於 郭董手上有什麼樣的牌 他要什麼時候丟 丟出來要注意 能不能讓他氣勢打起來很了解 因為如果你不能讓足夠多的國民黨黨政要人相應說 喔這個真的要逆轉了 那大家可能還是最後面 萌萌回去支持侯友宜